入境随俗的套上牛仔裤 头戴牛仔帽 一身帅气装扮的美南台湾旅馆工会 驻休斯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休斯顿巧教中心及国庆筹票会代表人员 大清早就出现在福边县大批游行队伍中 忙着悬挂横幅 花边缎带 为等会游行的马车搭点装饰 伸手矫健的颜洁和一中夫妇俩 累计多年游行经验 领着初次参加的国庆筹票会主任委员江力军 副主任委员孙玉文快人快手装扮马车 巧教中心王云荣主任 经文处张家华组长更是把刀相助 希望加快完成装饰马车 黄一丽副主任则忙着拍摄 准备将大家呈现在巧务电子报上 而旅馆工会陈清亮健壮 更是不能闲的也上前开始帮起忙来 没两下就大功告成 开始享用主办单位准备的早餐 就等待出发号声响起 今年由于代表华人的马车排在前段步 很快的就到了令人激动的出发时刻 巧务委员陈美芬首举小旗向民众挥舞 大家也开心地摇旗呐喊 为双十国庆而大声欢呼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台湾加油 今天很高兴能够代表楼处长 来接受美兰旅馆工会的邀请 来参加福变郡 已经维持八十多年的一个传统的嘉年华的游行活动 那当然也很谢谢美芬姐在美兰旅馆工会跟陈会长 以及我们为了庆祝今年的国庆的筹备会主委江立军 以及副会长孙玉文以及我们乔教中心的主任 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参加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今天奉合日历我想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个马车上 格外的非常有意义 沿途两旁民众可是一大早就来抢占最佳地点 白好座位架好伞 准备和游行队伍相互回应 展现热情 今天很开心 我们文教中心可以跟着美男 旅馆工会参与福片郡的这个花车游行 在这种这个福片郡呢 它这八十多年的历史呢 每年都有这样花车游行 我们觉得今年的庆祝会呢 特别用这种别开生命的方式来参与 慶祝中华民国一百一十一年的生日 美兰台湾旅馆工会 每年借着双十国庆侨胞同庆期间 以参加主流社区游行活动方式 来庆祝中华民国台湾的国庆 希望能增加能见度 缩短与主流民众的距离 以别出心裁的方式 进行民间性的外交工作 今天站在这里 风和日丽 天气呢 很爽 很开心 能够参加今天旅馆工会主办的 那个游行在那个 Ford Bend County的做这个游行 看到两旁的很多人 很多小孩子都很高兴 那我们沿途呢 也是高呼我们中华民国 生日快乐 台湾加油 这历年来我们都这样做啊 跟社区的这些美国人啊 交易有生活的友谊 所以每年我们来参与啊 都是本他们的热烈的欢迎 也兴起了我们 台湾在这里 给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能见度 每年每年这样的进步 我相信明年后年 更会光大台湾 今年华人参加游行的一行人 收局小国旗的坐在马车上 一路和夹道欢呼民众互动热烈 而旅馆工会前会长颜洁 何一中则出现在人群中 捕捉代表华人马车的感人画面 都希望将大家在海外 努力提升华人地位的一举一动 记录下来成为永恒的纪念